汽車騎到一半 被遠景攔下 男子飄出濃濃酒氣味 一臉紅彤彤 講話有點沙啞 穿白色Polo身的騎士坦承 又喝酒 還自己說自己不對 不能怪別人 結果酒側氣一吹 糟糕 超飆了 警方在這個路段 實施酒側路檢勤務 不到一百分鐘逮到了四名酒駕 當中三個人酒色值超過0.25 涉及公共危險 當場被一線刑犯逮捕 被逮的嫌犯大多都是早上六七點喝酒 以為柏雷是大人 大清早不會出來抓酒駕 58歲許姓男子也是其中一人 早上喝了兩杯 沒想到上午9點多 經過淮南市場附近就被抓 到晚後公称 剛確診解隔出來 喝日本清酒是想慶祝一下 存活自由 誰曉得 才要騎車回家就遇到警察 多也躲不掉 身體還沒康復 覺得喝 還是喝比較少的 確診解隔以後呢 人體的免疫系統還是屬於一個 相對比較脆弱且不穩定的狀態 那這時候如果大量飲酒的話 會抑制人體的免疫力 降低對抗病毒的能力 也可能對心血管 消化道 肝臟 神經系統造成損害 加重常新冠的症狀與發生率 一是形容確診解隔之後 人體的免疫系統就像 剛經歷一場戰爭比較脆弱 需要時間調養 建議如果真的要喝酒 最好是比平常能負荷的量 再少一點點 以免減低體內對抗病毒的能力 體能掌握運營界 台北找不到